欢迎收看北美地方新闻 大家好 我是张若鱼 秀音开始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药文焦点 Triple A下零时之前汽油价格将上涨 汽油价格保持稳步走高 自上周以来上涨8美分至3.39美元 原油价格上涨 导致成品汽油价格上涨 目前每桶原油的成本在接近80美元 比几个月前每桶高出约10美元 Triple A发言人安德鲁格鲁斯表示 春天即将来临 白天更长 天气更好 开车上路的机会也更多 我们看到这些反映在汽油需求的增长上 但请记住 每一年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趋势 抵押贷款利率在上涨4周后开始下降 本周抵押贷款利率略有下降 对于急于购买即将上市新屋的买家来说 是个好消息 方地媒报告称 本周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 平均上涨6.88% 比前一周略有下降 此次下跌打破了连续四周的房价上涨 而这种上涨对市场降温的作用微乎其微 反而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买家入场 IRS提醒纳税人报告数字资产交易 零工收入以及外国收入和资产 美国股税局提醒纳税人 通常需要在税表上报告所有赚取的收入 包括从数字资产交易 零工经济和服务业赚取的收入 以及国外来源的收入 联邦法律要求美国公民和税法定义的居民 报告其全球收入 包括来自国外的信托 外国银行和其他金融账户的收入 填报指导信息请查阅IRS.gov 回收有回报Vona机油绿油器回收活动 南加州核桃市将于3月23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 与Aurelie Auto Parts举办机油绿油器回收活动 赞助单位Coverty Circle邀请您一同参加 这项有意义的机油绿油器回收活动 当天只要回收您的旧机油绿油器 即可免费获得一个全新的绿油器 即一份送完机纸的回收工具包 感谢您为打造一个更律意盎然及清洁的社区 做出的贡献 中天中望 准利报告